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讨一些香港近日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香港出路网上电台的节目的目的 希望是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是希望 只是跟大家大致批评 政府某机构 或者某人对某事理得不好 大家发誓一番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密 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还有建议我们每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做些什么呢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那位特首 或者那位负责人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 你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好了 那我们今晚的题目 其实各传媒已经大事都在讨论 就是关于国籍的问题 那些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国籍的问题 据我所知的资料 其实在我们的《基本法》里面 其实都没有什么提过 到底副局长政治助理 当时是没有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职级 只是很笼统地说 特推主要官员 主要官员 主要官员 主要的字眼是主要官员 有讲明局长 司长 司司长 海光班长 警务署长 廉政专员 主要官员 主要官员 写清楚的 不可以有外职 是 但是当时没有构思过副局长 那是1997年 91年而已 好了 现在出现了这个情况 在某程度上 其实没有人犯任何规矩 只不过做了出来 但是有些人就提出来了 这些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政要的官员 是不是应该都要用这个 就是 国籍这个 相同的处理的问题呢 那 好了 那 外面的 外面很多东西的说法 就是 有两样东西的 除了国籍 还有那个 他的人工是不公开的 初初 现在公开了 未公开得完 他的 range都挺高的 二十多万 就是给一个 range 但是 每一个人 到底是多少钱 十手到二十多 就不是说出来的 其实给一个 range 我觉得 差不多了 就是 告诉你 相差的 十二十多万 十二十多万 但是这个不是正统做法 正统做法 要不然 政府开任何的帖子 都要看见 这个帖子做些什么 还有 他的人工是多少 就是很清楚地写出来的 就是政府宪布里面 其实他都看到了 我知道香港某个 任何的政府的公务员 的薪酬 其实很清晰的 是 是 是 但是 其实他为什么今次 要这样的需要 就是要不说呢 其实是否怕 请一些人回来 比如那七个局长 里面觉得 哇 他又高了 就是 很多大公司 都是 不希望这些员工 是知道 对方的 人工的 我知道 这个是一个 但是这个是政府 不是私人的 政府的过去的作风 就是 谁都说清楚 好了 还是今次 他们好像 有些什么的 隐忧呢 就是 是不是因为 好像一般大公司的 顾忌 就是 大家欠人工了 认为 他又应该是高 他又不应该 那么高 那么 那 那 那 他现在比较高 我都看到 十六万到二十几万 那 其实 人工高不高 真的很难说 嗯 因为 到底他做 现在他都没开工 是 他做得到什么 他有什么贡献 我们不知道的嘛 有些人工 是吧 就是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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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錦良 哦 是吧 他应该是一家律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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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那 那 是 那 那 他才能回来,可以维持 有空去打官司,大长都不可以 应该不可以,议员,是业绩 但现在做副局长也不可以 要你工作的时候,你去打官司不可以 好了,那外面怎么说呢? 大家怎么想呢? 其实主要是外面的人觉得这班副局长 就不值这个工资,这是第一件事 就是人工那方面 他们觉得不值 第二件事就是,给香港市民一个好不好的印象 就是这班副局长和政治助理 就是,好处就要了 但事情就不是怎么做 譬如到今天为止,所有副局长和政治助理 都没有真正正去回见传媒 譬如你申请的人,应该就好像局长那样 当时就是由特首,带他出来一字排开 某某位是哪个人做,将来会做些什么 怎样做法,会有这样的事 那他每个崗位的名字都有的 但他会说的,应该什么时候上任 到今天有两个上任 可以上任 是的,苏錦良上了 昨天,还有另外一个 我忘记了个名字 暂时,或者不甘做 也不免得西精神记要的名字 那,既然你说的 即是多少钱叫值,多少钱叫不值呢 其实某个程度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们过去人工多少 譬如有些是已经降人工来做 有些可能就是差不多人工 有些可能会多很多 但是在公务员的角度 大家是处理公务 那他们在政区里建议 处理的事还要十几年 那你进入人工的距离 你什么都不懂 还要你做老板 要教他 那你纯不纯呢 那现在局长是什么人工的? 我们知道吗? D4好像是 D4的了 我们不知道 但是通常是20万左右 那差不多了 跟他们 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你 如果局长 你没有这么进入 也不知道你有什么重要性 不是那么容易 即是捱到局长 整二十年的 一个人怎么捱到局长 第一,个案关架 就考了AO 是的 好,然后进去实习 实习 做过什么 政务主义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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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要捱五年的 你幸好 人家看得到 你有些表现 人家看得到你 那又要捱五年的 就是 给个什么 副部 你做一下 然后 有机会 有机会 不只是你 最少要捱十二年 但是 这些副局长 他本身的背景 在他每个行业 其实都是捱到很久 捱到他有一个江湖地位 令到特首认为他是值得聘请 如果是供应 都是行业里面的职人 是的 那你就还好 但有些盲目 例如 应该是找到环境局的那个女士 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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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成大的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就是最弱的那级 是的 最弱的那级 人工大约是五万元 五万元 那是 你讲学者来说 其实是不入流的 如果以前我们 我们记得以前 Hong Kong U那里 这些叫做 assistant lecturer 那些 那你 lecturer 好像是 lecturer 那些 不是很高的东西 那些 有个PHC 基本上做得 能够出立文制 可以混合 但是你说要升 最少所谓associate professor 即是副教授 即是副教授 是吧 那 其实 你说真是职一些 应该是正教授 即是 professor 正式 professor assistant associate 人家都当是 努力的阶段 好了 那你 还有他 他教了什么呢 是 教社会科 应用社会科学系 就不同 就是 应用社会科学系 就是 社会科学底 就是 那跟环保 就没关系 这家车 叫他环保 这个文政事务是对的 但是有点乱点之意 他是不是香港人 他是美国护照 他是美国护照 他就是美国护照 那 就是那个听口音 就是我们 副局长 那个工作 那个原意 就是希望他 就是有些 应该有专业的知识 来帮助 如果局长 又是 原来是政治的 委任 就是 现在 政府觉得 他自己 那个 官员 他那个 认知有限 知识有限 他想再加多些 在外面 拿下 新的经验 新的知识 新的管理方法 来到 将 现在政府的 政府的 营运 改善他 所以 就不是 一定要求他 入面 慢慢爬上去 他在外面 都是爬上去 但是你很简单 说我们是否要邀请职人 如果你要邀请潘杰 八大院校 到今天为止 我都未听到 这些应该是好的人 有些什么特别的 他只能有关心 他只能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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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香港环保有什么问题 我肯定我熟过 大家坐下 跑了几句 请他上来 你研究过什么 你哪一类的环保主义者 是哪一类的环保主义者 是否绿色素食 你又没有食齋 可能什么都没有 我非常关心 我不用胶袋 最多是这样 我不多用纸巾 这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环保本身 医生你都知道 是很专门的知识 要认识这件事 其实不容易 都要一定时间 他又不是环保团体的活跃分子 不都不是 那为什么 如果你找一个人环保 四大环保团体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博士 在打工 你在那里请个人回来 差很远 给个意见 你也比较好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邓庵杰 配这些 这些副局长 助理这些人 基本上好像是乱点 乱点 你这个是律师 你叫他做工商科技局副局长 你不跟马仁肯 马仁肯在财经界也是十多年 还在电营做过很久 他真的在商界埔 这个就是律师 又做了文建林主席 普通律师 他不是特别的 但是为什么 找他去做那位呢 就是你找他去做 他更能力 都要三两年才叫做掌握 学了 做到 那你说通财 什么都可以 通财 AO本身也是 你何需再在 请外面的通财 回来呢 你在外面请回来 当然是专财 专财 专财 由专而通 是 那里面的 由通而尊 才对 大家都通 不知做什么 大家都会吹水 你难怪 那些AO是不信 你的报告 应该是Leadership Post 是你告诉我们 你将会改善政府 所有政策的营运 但到今天为止 没有一个人说 他应该如何做 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邱成武 这个是经济日报的 我认识 我认识他的 他一生人都是做报纸的 记者开始 然后做了編辑 九零年代初 他在英国读过LB 在伦敦大学读 那时候我在英国见过他 跟他聊天 叫他认识 不熟 他是拿一些scholars 他读完就没有做律师 他拿了学历 他又回来做他自己喜欢的 新闻界 在经济日报到现在 一直都是做主编 甚至不是很多机构 八九年那时 他也是在经济日报 现在还是在经济日报 20年都在一张报纸里 就是新闻界 他是一个资深人物 但他不是一个很有见识 是一个老臣子 但为何你请了他 为何请他 还有他准备运输和房屋副局长 当然说你做新闻界 你什么都知道 每天对着这么多新闻 没错 通识来说是一流 做新闻的人 但问题 你对运输和房屋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要找你去呢 是帮这个宣明人的不足 宣明人是不足 宣明人是公民 病那边做什么 你现在找这个人 我期望你的副局长是专家 局长不是专家时 副局长是专家 尤其是这班副局长 申请来各有专场 变成了 他可以帮到局长的不足 又不是 现在这样说 其实有很多问题 现在 好像当年董建华找一班局长 就是数一下到底 哪个何时死 哪个何时死 那不是 董建华很差 累死下属 他说不用死 又好不幸 你想想 董建华近磅 找刘秀东 他是环保的专家 就是环保界 很多人认识 搞了个顾问公司 你请他去 也是有个专场 是 你请阿松 阿松是银行家 所以他做财政师 是近磅 甚至马士亨 也是他的事实代入 类似 类似 是何志平 古怪一些 已经走了 基本上 他都是 请回那个行 起码那件事 你都信他 可以带一些东西 政府 现在这个人 好像乱来 副局长 最近是乱来的 有时候 我都会提 不用看人的背景 始终一个人 一生里面有很多东西 但是 正如你所说 他从来没有任何具体的方向 或者他那个 那个vision 有没有 没有人说过出来 即是奥巴马 我怎样喜欢做总统 做得好吗 起码他现在先说些东西 给我听 他头头是道 但是这班人 全部都没有说 就算是参拳介绍 他们 就是这班人有 专业 有承担 有热乘 有能力 有热乘 有承担 有能力 放在任何一个总经理 都可以 任何一个总经理 都可以这样形容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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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公司终于请到这位哥哥 这位哥哥有经验 有热乘 肯做事 会带起我们公司 但是 你怎样带起公司 他当然有个看法 通常请到高级的 在外面空降进来 你说 请到他做你的位置 那你怎样呢 你准备带起政府 有关的政策 现在有什么问题 说不说 所以然 可能不是 这班人都进来学习 高级学徒 就是证明我们的政府都挺富裕 如果能请他 医生请你都可以 请你做医管局 随时 医生请你做银行 随时 医生请你做银行 任志的位置都可以 如果他们都可以 我会很辛苦 我不想做 我想做环保局 环保局舒服很多 好 问题就是有几方面 第一 他们的背景 不让我们感觉到 他现在委任的工作 是 适当 第一 第二 他们暂时 没有一个人 是有任何的表现 是令到我们 对他 多些深入了解 他可能做得到 第三 现在说的 人工是真的 局长级的人工 其实真的 很多很多问题 他还是局长级 较高的 就是你入了局长 都要计算 有几级的 就是计算 16万等 是 就是判斗的 你必须一进去做局长 只是演员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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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好自由 是啊 是啊 好了 如果是这样 不要再说一下 护照这方面 只是说这方面 其实外面的坊间的意见 是如何 即是觉得是 他们选错了 根本是 再来过 废话 我都不知道外面有什么说法 外面最主要就是觉得这班人 为人工请这班人觉得不值 最主要是这样 还有国籍 是 八个里面竟然有五个有外籍 那就是联合国 是吧 是 国际共管 如果他们做了局长 那就是 有点怪 那你为什么收回香港 收回香港 是交给不同国籍的人 共管 那为什么要收回香港 是吧 其实 其实 国籍这个问题 就是 有表面的资料可以看到 那就是我当拔手那样要找人 那他要找一些 就是 棱杠的人 那在那个坡里面 找到八个棱杠的人 那发现 棱杠的人 多数都有外国护照的 那在某一程度上 你很难怪 就是比如你说 就是我经常都很要求 那些人有多方面的经验 包括外国的经验 比如你那些律师 或者某种专业的人士 那 你要外国的经验 你要外国做律师 你一定外国公民才给你做 你外国做医生 都一定是外国人才做的 那变成有这个难题 那如果 如果 如果 假设的事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香港的比较上 有办法的人 那些人 都会有外国护照的 那如果我们将来找人的时候 就说 一定不能有外国护照 那就是 某程度上 变成一大部分 就是 所谓 叶点的人 有 有 就是 就是这样 如果 非以他不可的叶人 是 那就对了 OK 但是如果你说 好像他们那样 的级数的人才 嗯 就真的很多 都很选择 除街 也是 OK 为什么不肯放弃 那现在他们 因为 其实在 基本法 或者任何法例上 他们的护照 是 不需要放弃的 没有规定 没有任何法律 或者基本法 有说的 没有需要 如果他们不放弃 甚至他们 这群人见公的时候 见公司的时候 见公司的时候 也都说了 他们自己 没有人说了 他们自己是有护照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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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 那个 组组 他不说也知道 一定知道 一定查到你 不用怕 是 组组 是 是 现在的法律上 是 曾蔭权说 没有问题 是小事 照起 但是现在 你可不可以 请了人来 然后说 不过你放弃 大家就没有签约了 压力太大了 到上班的时候 要么就做工 要么就不过你 放弃你的护照 那不行 但是在某个程度上 香港没有任何法例 一定要放弃 现在是有压力 逼到他 是的 那 好了 有一种 顾虑 万一 他是 被逼 不做的 例如以前的工作 又迟了 有两类 一类就是 例如 加拿大护照 美国护照 你是可以 就是一生人 我不知道放弃 可以放弃几次 不知道两次 还是三次 但是最低 有些叫居英权 你放弃了 就没有了 嗯 就是你不要 就是没有了 没有了 是 好了 就是这样 不要再 枕撇开 好了 有五个人要做这个决定 那 现在才开始做这个决定 就是 之前 就是建功的时候 是觉得 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有两个放弃了 阿蘇甘良 还有这个 保安的副局长 是 是 正正就是 譚志苑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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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因为它是居英权 很有用的东西 你知道吗 第一 居英权 第一 你不告诉别人 第二,居英權是可以,只要你去將來不知在哪裏有什麼事 你只要去到英國,拿著那張居英的那張紙出來 你立即就可以居英權,可以有居英的能力 即是right of a bo,居留權 跟英國護照,因為護照已經有了 是安全網,很有用 當年九七前給了幾萬個人,因為六四的時候 政府安排給你,給了五萬個香港人有居英權 很大程度是給那些高級公務員 基本上他們兩層程都有 有些比較敏感的民主派私下有沒有 即是某些敏感的人 政治部的人 不是,那些都不一定有 政治部的都不一定有,高級的才有 可能一些報紙編輯,某些行業 那時候我講,可能律師都給的,後來應該不是 律師就不是 但總之都是社會上高精英,大多數都是公務員 劉慧卿也是這樣拿回來,給了一個居英權 放棄了 即是說,當日其實是有政治作用的 即是呢,中方就罵的,因為到時你整班高官送給我 全部都是英籍的,即是怎樣 即是留下來治港的 但問題是,結果都接受了,沒事了 因為他當作沒有什麼,即是中方入場 即是當作沒有一個國籍的 你只是中國人那些 其實他現在放不放棄,分別不大 因為他不用,他又不是,即是不是國籍 是,這個很大難性 這是另一件事 但其實胡椒是應該比居英權更好 胡椒是可以用的,可以整個歐文人的國家 居英權其實都是等於國籍的 既然居英居住了時間,你就轉的 如果你真的想定居在英國 其實當時是給一批人有安全的保證 但這個到今天沒有的,其實已經沒有人重視了 即是英席沒有人重視 始終香港整個過去的背景,政治背景也好 是形成很多香港人,可以說 有外職的人,有辦法的人,都有外國護照 這是事實來的 其實不用太厲害的 有心拿個護照一定有 總之呢 一定有八百人 在現在這個八個人的庫裏面 既然大部分人都有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做過統計 即是香港的專人士裏面 或者政府高官裏面 有幾多人,有幾多%的人是有外國護照呢 可能發言很高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我們堅持 一定說任何高級的公務員 或者議員 一定要放棄的話 在某個程度上 令到我們香港真的失了一批 不不不不不 他不從政 我們在派動車頭沒有人來的 從政也不要做到頂級 公務員沒問題的 公務員沒問題的 你不是局長就可以了 升到局長就考慮一下 你不升就沒所謂了 他升到很高的 即是常任秘書長 同局長一樣工 羅瓶昭君 基本上他其實是以前的局長 以前的司司 即是他給到同一個人工 頂級的公務員 不過你的名義上 你不是問責制的意思 所以有很多是不轉的 那沒問題的 你不就好 即是你做公務員做到頂級 都不用放棄的 其實現在 我現在都不用放棄 因為你不是轉局長 因為局長才要 所以你做到首長級的 會議法文都不需要 部門最大是你 部門最大是你 但是你不升上去做 即是那十多個位 局長的位都不用放棄 只要你做公務員就不用放棄 沒問題的 那即是除了特首和局長 其他大部分都是不需要的 現在請的UO都是環球請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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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想提出一件事 即是我們如果堅持 那十多個人有影響 其他人沒有影響 全世界都沒有影響 是呀 如果我堅持 即是護照是十多人 但現在立法會裏面 就是要求全部沒有 兩成可以有 兩成功能組 但可否過渡之後 就說 將那兩成留給功能團體 只是功能團體用得 是 那回去直選那些 就一定要放棄 是呀 結果都放棄了 即是劉慧卿和陳偉業 是呀 OK 我自己看看 如果我要拿外國的人才 有外國經驗的人才 基本上 這些人才一定有護照 是呀 如果我們有堅持 這樣的 criteria 即是很可能 有很多人 都在政治上 可能沒有什麼 興趣參政 即是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 會不會呢 如果他有興趣參政 他又不太計較 其實很簡單 即是他真的有興趣 如果你真是國際級的人才 是呀 是呀 你看那時候 蘇新尼津 在蘇聯他說走 國務卿 基辛格 立即發表聲明 歡迎你隨時來美國 你真的這樣吸數人 有什麼問題呀 有什麼問題呀 隨時來啦 拿到我配獎的人 那些人 那些國家都立即歡迎你去 是呀 如果你真是李嘉誠 那當然是你去 是呀 又如果你很有錢 好像田北俊 你知道田北俊是有外籍的 可能現在放棄了 是 九七前他自己告訴人 我買了一個外國護照 那時候 你猜哪個國家 非洲那些 毛李求斯 都不准抹來的 抹到 他都沒有去過 買了一個外國護照 牙刷刷 告訴人 我記得他的新聞 現在當然是放棄了他 那你沒有 有錢的人不害怕 是嗎 真的一個人又不害怕 那你從政 我真的有心玩 你不會突然間拔人 你有沒有事 封了走動 你見形勢不對 你就退出 走人 所以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整件事的問題 就是執政權 為甚麼呢 為甚麼 為甚麼沒有考慮清楚 整個 如果是周永權的立場來說 他看到沒有任何法例 任何基本法有港外要 這個呢 這個我們休息後回來再說 我認為基本法其實是禁止了 不過他要不怕 OK 好 我們休息 數分鐘繼續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 E A L T H SHOP.COM.H K 好啦 那我們又發揮小事回來 好像有個最新消息 是 剛剛我們看到新聞 所有的 這五個餘下的有外籍的都 都清清會放棄 或將會放棄 總之就放棄了 那就解決這個政治問題了 是 其實政治關於護照的問題 但是這班人 好啦 上班了 那到底他們做成怎樣呢 這就要有後話了 還可以嗎 還可以嗎 他不是紛紛上任嗎 一兩個月內 一兩個月內 但據我所知 這些護照要放棄 都要很長時間才放棄到 即是當他申請了就算了 即是你申請了就放棄 即是這個信任要給他 即是信任要給他 即是你計劃緊了就算了 即是你計劃緊了就算了 是吧 那這件事 那這件事 一定不是他 以他的經驗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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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如果他 不是他想做的嗎 不是想做的 你想想如果他是一個 好像 彭定康 或者好像 美國總統那些 級數的人物 是 他見識很多 那他當然 他說 這個香港的政治制度 要改革 然後呢 改革的方向是怎樣呢 要引入專裁 讓政府 將公務員 那些通才的 按下那一格 然後港納人才 這樣就代替香港 這個是圓勁 如果你是一個政治家 就會這樣想 用這個角度去提議改革 但你記不記得 他是何時提出這件事 要請副局長和局長助理 是2005年 2005年的10月的施政報告 第一次說出來的 2005年10月 那時候是3月 因為董建華局長 即是他 著數 撿了個 撿了個 好丑 做了特首 處理特首 處理特首 然後 7月那時候 就叫做 正式 八百人 小燕子 就選了他 餘下任期做兩年 兩年就一聲 事實上都一聲 那你想想 在這麽短時間的人 你現在在說 憲制改革 以後很多人 跟不跟 整好這副局長 如果要的話 這些是千秋萬代 他提議一件事 不是說 我想做就做 你做特首 那時候數 還有年半入期 2007年 對 那你只有年半入期 你怎麽搞都這麽事 即是誰同意你這麽搞 你自己會不會搞 你做公務員 沒有啦 搞這麽事 做什麽 當時的環境 黨大手下台 他心上癮 那他感覺上都需要說些新的事 是吧 那不是 你說新的事 你怎麽改善經濟 怎麽改善管治 那當時都認為 極管治上有問題 那你沒有換下局長 最多是這樣 最多是這樣 沒有換 結果團結 那整班人一路咬到現在 即是咬到他 即是再選任 即是當時他的任期 是只有兩年 那現在都不夠兩年了 十月 即是年半到的時間 為什麽你要提這麽事 那當時提的 構思人說了出來 結果也是他 即是正式有五年任期 他才推 現在 等了一年 那你說整件事是否他很想 不覺得的 因爲他為什麽會做這麽事 他亦都沒有說過 有什麽大的理念 正是說要港立人才 那些人都懂得說的話 那還要找局長出揚幫忙 那你的潛台詞 其實是否那些公媒不頂 不敢這樣說 是吧 還有你已經請了局長 那局長好頂嗎 又不覺得 這幾年了 是 不壞 沒有說是頂了 也不關我們事 你不覺得是 那麽問責制是怎樣 但問題呢 董建華整出來的 那麽問責制 當時來講 只是剛剛行了三年 局長也是三年 歷史 爲什麽 爲什麽 爲什麽好 兩年任期的過度性質的特首 有這麽偉大的構思 一個一生做公務員的人 小公務員 爲什麽突然有這麽宏偉的構想 這麽不是他 很簡單 不是他想出來的 我不知道是否是一個很偉大的構想 即是有局長 局長的工作可能會有很多事情要做 很辛苦 有被署長 被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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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有人在幫 公務員 副手應該靠公務員 你已經是陌生的 走進來 你有什麽理由 即是你什麽都要在下面做 你都要靠本地的總經理 你沒有理由 即是你沒有理由換個總裁 又換副總裁 跟著換個總經理 那你又要指揮副經理 那你都不 你都怕 是吧 你換了個總裁 又留一個總經理 是吧 所以它 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 如果你整個構思看 即是 中共收回香港 是 董建華 五年 六年 搞出這麽大件事 它有一個基本上的判斷 就是那些公務員 弄它 不斷合作 而這個 不需要什麽理論 即是西方的文官制度 都有這個現象 即是那些政客 是被那些公務員玩起了 是 最嚴重的 基本上那些公務員 不喜歡他做首相 他連手相都不能做 你記得英國七年代的首相叫威爾順 到六十歲 突然間告訴他 我退休工黨 是七五年左右 然後換了一個叫卡拉漢的人 到今天都沒有人知道為什麽 如日中天 帶領工黨 即是贏了兩次大選 撿到證 戰後長時間都撿到證 但突然間在六十歲 不算老 說要退休 私人理由 到今天都沒有人知道他什麽事 但是當時就說 是公務員裏面系統的情報人員 就是掌握了很多事情 就逼他退休 即是不喜歡他做首相 是惡到這樣的 即是公務員 你知道 很多的 他是一個封閉系統 他自成一國界系統 是 那個系統裏面 他變了很大的影響力 所以其實 你說 公務員本身的問題是有的 是 是 在中共 收回香港來說 他覺得黨政不分 即是政府 那個公務員系統的力量大大 以及是全英國人留下的 提拔出來的 那班人的思維 講英文 整班人都是 是 即是精英心態 那班人 不是很 即是長遠計算不過 嗯 長遠計算不過 古茲然 短時間來計算 就是那幾年 香港這樣 你當然要找人賴 其實董建華也是賴 公務員不同合作 所以他要搞局長 即是問責制 高官問責制 是吧 其實很怪的 什麼叫問責制 那你是不是 以前的公務員 做司長 那時候不問責 潛台事實是這樣 這班人可能不負責 那我就要找一個 又肯負責的人 搞了一個問責制出來 做了兩年多 都獲得了 七一 那當時的問責制 那些局長 是否公務員 清上去的那些 有另外的 不是 有部份 葉劉淑儀就是 大人是 梁冬濤不是 李國章不是 即是他找了外人 因為公務員 不合作 部份是外面 大部份是外面 他的意思都是這樣 即是當局長的位 就變成政治任命 即是不是中生制 以前公務員 是中生制 做好部份都是中生制 那你當時是想著 制衡一下公務員的領域 是 即是 你變成 很像美國總統 所以 香港這幾年 出了很多 學會 三十人學會 太平山 獅子山 學會 智京 這些智庫組織 因為美國是很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突然說 要找些人去政府做事 起碼平日都要留意一下政治 做一些研究 或者經常討論一下政治 有些人才 準備好 還有一堆委員會 不同領域 不同崗位 不同範疇 都有不同的委員會 你要說 政府現時還是當時 現在香港政府都有 資訊委員會有幾百個 英國政府也有 美國政府也是這樣 即是 即是政府的諮詢委員會 找人也在那裏找回來 通常是 但以往就是 因為政府一個系統過 現在民間有些 自己組織出來的 團體 好 智庫 好 這也不是問題 現在的勢是這樣的 會有些政治人命 在外面扯進去的 這樣也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 究竟是否曾任權上升 他從來都沒有說過 即是他做禁外官 沒有提過這些構思 是 董建華 他負責的時候 他負責 所以他也沒有什麼 自己看法 到今天你不覺得 曾任權的人 有什麼政治看法 他永遠是公務員心態 總之叫做 做得好好的 他是滿足的 那為什麼他會搞 高官雲窄窄呢 很明顯不是他搞 背後是中共 即是說 但最後呢 香港政府的架構 就是會是 不是公務員主導的 公務員只是做事 公務員只是做事 說事那些 就 那也是這樣 從後到尾都是這樣 應該是吧 公務員一向都是做事 不是 公務員是公務員的 即是 你的系統 現在的政權交了給他 交了給他 即是 唯一是董建華不是 所以總之就是 九七之後 即是說 英國人就說 我包都是這樣 溫開的 我英國派一個 港督來 他帶一個秘書 上任 沒有資格 港督都是這樣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英國人做的 但你自己不行 基本上 如果你這樣看 他搞這個問責制 就是改變這個 即是說 總之頂那批 要換掉 就是要隨著 特首 上任 下任 或者他自己 要換人 就換得了 本來都是 大方向都是OK的 但你說去到 第二手 第三手 都換了 那就是 古怪啦 一來 二來 問題更大 就是 是不是曾蔭權上 如果你說 陳方先生 想不想 不想 罵得出聲 那些公務員 退休的 上不上 這幾天 黃敏平也出聲 陳祖澤也出聲 這些人 全部都不喜歡 這些想法 為甚麼呢 他們經常覺得自己那批人 是正經的 為何要交了權 給外面的傻子 那些人不懂職務 只會說 留意時事 就可以做領導 領導的政府 政府管理很複雜 某個意義是 是專業的 他們做幾十年 在官場 那裏 社會又這麼穩定 發展得那麼好 都是靠他們 在他們的想法裏面 是 這個制度是OK的 公民的制度 全世界都有的 那你是否隨便改 不應該的 比如陳方安生 其實他就抗拒 這個 文法制 是 好了 文法制 還罷了 早幾年已經接受 那些人開始接受 你嫌二手 即二手換了 連副手都換了 那你再請多兩個人 就好像整個美國政府 一換就換一兩萬人 整個潮 一換換兩萬人 他可以換幾萬人 國務院那些 除了打字 那些都 市場都可以換了 是 那是否要這樣 香港 未必是的 他們覺得不好 所以 就是抗拒 我覺得抗拒 曾蔡權應該是抗拒 但是 這個人 即是誤到他做事 讓他做特首 他什麼都答應了 總之 老闆你叫我做什麼 我切法從他做 他做人的態度就是這樣的 其實是不會相信他的 他是爵士 也是英國人綁起 但是看中他的性格 這件事 這件事是可信的 既然是這樣的性格 是可用的 但是你說是否他自己想出來 肯定不是 你看他都沒有心 沒有神沒有氣 整個過程 他隨便隨便 我說他背後抵制 就是這樣 你叫我這樣 然後請幾個委員會 交了陳德琳 你找些精英回來 周圍去人搭人 他不公開招聘 人搭人 推薦一百個人 然後西啊西啊西啊西 西正那十多個 不是一百個 西正一兩個 是 然後那個人 選了選了選了 就選到 選他了 其實他不是很熱心 做這件事 這些人跟他 又不是有特別的淵源 又不是他想找的人 他想找的人 他找了 有些是他的馬房 已經做了 公務員那批局長 但是這些呢 很明顯就是 求鬼奇 就是在外面 就是找 這又是個制度 就是這樣 是 除了你說 民建聯要擺幾個人 就是擺了 是 整個制度 他其實是抗拒 還有他 是有心 就是頂著他 一彎的時候 下次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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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行工量值 或者比較 是很麻煩的 什麼地方都有 但是 我反而現在覺得 最麻煩的 新進來這群人 他給不到一個 氣勢 給人看得到 我有遠景的 我知道要怎麼做 知道要怎麼做得更好的 因為任何 全世界任何的機構 商人機構好 私人機構好 政府機構好 或者NGO好 是 即是做得這些 尷尬的 你一進去 一定是能夠 即是給得到個人 有信心 還有有理念 還有有方法 是 是 但是現在這群人 到今天為止 即是 給不到這件事 給 任何一個人看 他不可能給出來 喂 你說我搞房屋 我這樣 那房屋局想死的 他讀在那裡 你的副手是教我 怎樣改革這個房屋事務 就是教育地請他 突然間來表演一班 原來比我更多 為甚麼 即是 即是他是副局長 所以他不是 即是他現在說的 很有趣 他的職就叫副局長 但他變成秘書長助理 秘書長應該是公務員 秘書長應該是輔助局長 但現在整個副局長 是副局長輔助局長 還是秘書長輔助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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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混亂 還有一個軸子走進來 真是混亂 所以這個是混亂 亂得不清不楚 即是如果聽 我剛才的分析 即是如果多了幾個桌 多了幾個高官 大家怎樣分工 如果背後出現的原因 好像你剛才這樣分析 其實是很嚴重的 即是他是想著怎樣失敗 即是想著整個 所以問答制要他不成功 我自己覺得 但你見曾蔭權他現在是典型的 即是射開一些東西 現在最新消息 可能就是背後的壓力 整個要他們全部 即是作為當不行 你要解決的 那最簡單的解決方法 逼到這麼多人都會放棄 我覺得最壞的情況 可能是有些人不肯放棄 令他不做 那真的很尷尬 那現在沒有 每個人都說放棄 那這件事就解決了 但整件事一開始 就看得出來 有很大的問題 背後 即是究竟這班官 即是這班十幾個人 進去的政府 裡面起到什麼角色 是應該完全起不到什麼作用 而最終 即是下一次轉特首的時候 你算不算做這件事 如果行之失敗的時候 你還做不做呢 即是曾蔭權 就是抵制他 好了 再追回你剛才所說 那整個的安排 背後都是因為 中國發現香港公務員的隊伍 不是那麼合作 有一定程度 不是這樣 香港前幾年出現的問題 是這樣的 而且那班人 全部是英國人訓練出來 我相信香港公務員裡面 很多人有外國護照 我想認識的 不用去高級的 很快都是一退休 就去外國生活 退休 可以退休 搞移民 以前是沒有限的 你做公務員都可以申請移民 我相信事實上可能會有很多 在香港公務員的隊伍裡面 又不是那麼 有人做過這個統計 在香港公務員裡面有多少人 據我所知 我認識很多公務員 大部分都去了外國 但為何會有外籍 他是申請的 還是要移民 要離職 我認識很多 真的很多公務員都去了外國 不用很高級的 你說去外國就不太難的 就是有錢 退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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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到 護照問題 有一個爭議 你用外國護照 你的心不是向中國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病人跟我講起 他說有一次在獅子山 那個扶輪會裡面 當時他在獅子山 當時劉偉卿在這裡 他就問劉偉卿 他問那個問題 他問那個問題 就是說 在立法會裡面 那麼多的議員裡面 有沒有大家自己 唯一唯一唯一 問別人 但當時劉偉卿 就答過問題 他說 他很多人有外國護照 有外國護照 就是香港有什麼事 怎樣搞得好 有什麼事就走了 過去前一陣子 都有人說 愛國愛國 想著有外國護照的人 就不愛國 而實際上 如果我們發現 香港的公務員裡面 的隊伍裡面 是有相當大的percentage 是有外國護照 這個問題 其實 每次你說 中國人 中國不相信香港的 公務員的隊伍 因為真的可能 實際上 大部分的小孩子 都去了外國讀書 不用問 就是用立常的錢 去外國讀書 然後很多 退休之後 都不在香港生活 如果護照問題 牽涉到愛不愛國 其實我們要看的問題 是很深的 因為實際上 香港是很多很多 在政府做的人 都是有外國護照的 或者家子女 各個 或者老婆 香港有幾十萬人 是嗎 因為歷史因素 香港特別多人移民 特地移民 又回來 這是一個問題 如果護照是反映這件事的話 香港一定會死 因為香港實在太多人 拿著護照 因為他身為向外 那是很不行的 但是再看一看 你說護照是代表愛國 或者不愛國 中國的很多高層人士裏面 他們家裏有幾多個小朋友 小孩子有幾多個有外國護照 大家都知道 高降子弟有很多有外國護照 所以護照是反映什麼呢 反映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環境 出現很多人有外國護照 或者護照是反映那些人 愛不愛國 這是一個曾經有人討論過 但是我覺得 是一個很特別的環境之下出現 我認為那些不是很愛國的 高降子弟愛自己多些 人是認識的 你們在左派 難道譚耀宗那些 工人階級出身那些 有外國護照嗎 會移民嗎 六四這麽大件事 都不移民 又誰移軌都移民呢 讀香港U那個 曾經移民 曾經移民 但是19293 搞民建聯出來 那時候他就決定 但是1992到1993 他有移民的 背後做移民程序 是被人見到 被記者見到 沒有意思 是在加華大領子館見到 他是跟老婆一起申請的 是啊 這樣之下被人撞 結果 後來他說 結果是太太移了 他就放棄了移民申請 但是那時候 他已經在搞民建聯 他是陪喬 就是阻拔系統裏的人 是啊 我看一下 1992年回來 他已經解決了 但是1993年 那時候 原來背後 他在做移民申請 第一方面 在香港 民建聯叫做民主建港聯盟 他的口號是 留港建港 嗯 即是當時說明是這樣的 是 好了 叫香港人 即是六四之後很害怕 是吧 今天六四 我們都去 即是那時候 香港人很害怕 當時你左派出來參選 就說 我也是出來玩政治遊戲 我跟基本法 到時不會 撕掉基本法 不會拉人封艇 是給人的信心 這樣 你左派的人都出來參選 就是穩定人心 嗯 你想想 就是你叫人家 留港建港 自己就可以搞移民 又出來搞政治 那便便 便便 便便便便 嗯 險便不想冒 是 這樣 被人的信心失去 就是這樣 是 曾有成就是當時 因此 大約是93 94年 被人踢爆了 是信報 信報 即是大阪報道 他曾經申請移民 是 是 那他跟著反出來 原來是跟交心 跟共產黨交心 即是跟文建林解決了 他自己解決了 即是不介意他 就是這樣 但他是黨主席了 那時 他亦都沒有申請移民 但不要緊 他太太是的話 有什麼時候來 他太太就移民 其實跟效果一樣 是 是 他太太好像跟他分開了 是 分開了 但他自己是 顯示他 始終不是革命的人 即是說完了 即是 喂 始終 有時害怕 但你害怕你做政治人物 你不能夠說 有事我先走 嗯 你叫大家一起留下 不用怕 有信心 我們權結留下就行了 你不要各自修行 有些人就跑了 這樣就不行 如果一起留下 爭民主 爭自由 那團結 有力量 有力量 至少中國政府就 不會亂來 是吧 當時給人的信息 是這樣的 問題是自己 原來是 叫人留下 但自己去找移民 這是醜聞 即是到今天來講 曾有成早那次寫 寫文 提起這件事 文出他都很生氣 他很生氣 他自己後悔 很生氣 很生氣 人提起這件事 等於有一個人 他有些事不見得光 你經常都不提起他 當然是不高興 記者問他當年的移民事件 立即發佈 是發佈的 你是公眾人物 尤其是現在有互聯網 一按鍵 每天 你做任何事都會拿班 你黨的口號 是吧 是 留港見港 是 叫人不要移民 因為移民最多 第一個高次是八年代 中梁聲明之後 蓬蓬蓬 到了八七八八年 因為中國公關做得很好 中國 當時幾百個團 上北京 射基本法的過程 隨便說 要什麼都射低 新界人說 我們要權益給低 公媒人說 我們要福利不不變 都射低 基本法全部都給了 其實當時的信心不錯 八八九年 有自由的氣氛 除了六四 一到六四 發佈整個社會害怕 那些人 那些人 紅了就是每個人都去搞移民 變成九零代初 民心很威脅 是吧 九零九一九二 那些民建年出來 就是有這個作用 穩定人心的作用 但是那幾年都是很多人移民 是 那個慈會的移民 到九七前 才慢慢打工回來 九七後那些人回來 是吧 這個才是歷史問題 現在沒有 大家都沒有人有特別興趣 什麼事都不會搞移民 我們以前很流行 就是以前的年代 是呀 是呀 叫你沒有辦法 為什麼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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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一身人 我們中國人 不是只有一身人在這裏 原來其中一個人 我記得 我有機會看回我中學的時候 大家畢業的同學 四十年 以歷史文 他們都走了 我們那個年度 大部份都是 你那些名校 比較有錢的人 家庭 那都不是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一間 營友師 學校 但是那幾種是真的 大部份 沒有哪幾個在香港 以前我們認識的朋友 很多窮的都移民 工人都移民 是呀 工人都移民 那時候移民的 有一季專長就移民 那你就不移 不懂得移民 都移民 很多人 持學產都移民 非法都移民 在這個背景之下 如果爭雅的護照問題 其實大家要想一想 我覺得 有護照也不是代表那個人 不愛國的 那你香港的社會 沒有歧視或大劑 又用一個 比如 有一個女生 經常都很重視她的貞操 就是這樣 跟別人說 貞操很重要 很重要 但是現在被人查了 原來她一早就沒有了貞操 她有沒有貞操 跟她是否一個好女生 就是這兩回事 但是現在 因為有這樣的行為 就是令她覺得她的誠信是有問題 而你說是覺得 如果大問題 其實沒有 因為現在你是做到這麼頂級的 很少人 你說如果這樣不能做 不做就不做 就是說如果是政治 就是說 一個成熟的政治地方 不是說人才是一定要留一個位置給你 是所有人才的位置 有很多人可以隨時感覺 你說美國 你說適合做總統的人多多 不會說 我 我不放棄中國籍 我又想做美國總統 那你選個第二個 那大壞人 如果你說沒有的 一定是要那幾個 那制度當然很封閉 能夠逼到上去 是不是 你不選它 不可以的 一定要的 就是制度不開放 在香港是有一個程度 是制度不開放的 是 那今次我們 講講講講一下 其實又看到 還有一面的問題 整個局長制 文擇制 副局長制 原來的背景 都是 剛才是黃外言提出 指述的 原來真的 原來公務員 一向都是治港的 是公務員 那現在要改 他們一定有這樣的抗拒 那好吧 看看怎樣 繼續下去 香港會怎樣 OK 好 時間都夠了 那我們下星期再繼續 拜拜